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每媒披露 中国解放军4月12日 曾出动25架军机前往南海 而当天有4架美军F-16战机 自日本基地起飞 每架挂在6枚实弹 飞抵南海空域执行任务 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 4月19日报道 一名日本的摄影师拍摄 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显示 每架F-16战斗机上 都装备有5枚 具备超视距打击能力的 ARM-120C7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和一枚ARM-9响尾蛇空空格斗导弹 而在每架战斗机的机幅下方 还携带有一具ANALQ-184 自卫式电子对抗吊舱 报道认为 所有这些武器都是实弹 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景象 尤其是出现在日本上空 这表明这次飞行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远程训练任务 相反 这是向中国军方发出信号 甚至可能是一次应急行动 这四架F-16战斗机 曾于4月12日前往南海开展飞行活动 在当地时间4月17日15时左右 降落在了恒田空军基地 可能是进行加油 随后又在当天17时起飞 报道还提到 当天共有25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解放军军机以近乎直线的方式前往南海东北部 然后掉头返回 这是一种更为典型的战术行动 战区认为 美国空军战斗机的现身 明显是为了配合罗斯福号航母的行动 而不是对解放军军机在该空域飞行活动的直接回应 尽管如此 此次行动凸显了在重大危机期间 美国如何将陆基空战力量投射到包括台湾周边在内的地区 21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 因美国总统拜登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22日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已到退休年龄或将离任 美媒爆料称 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 将为新一任驻美大使 其在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期间的强硬表态 引发关注 美媒《华尔街日报》4月20日文章称 中国政府计划任命秦刚 担任下一任驻华盛顿大使 1966年出生的秦刚 曾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新闻司司长 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并曾在外交部西欧司工作多年 在2018年成为当时 中国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前 秦刚还担任过一个重要的职务 李宾司司长 负责规划极高级别的外事活动 和多国高层有过接触 他最为人熟知的履历 是他在2005年至2010年 及2011年至2014年 两次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此期间 他留下如解放军 不是只端着红鹰枪的童子军 你来或者不来 我就在这里的诸多金句 2014年3月 针对日本方面指责中国军费预算增长 秦刚回应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是只端着红鹰枪的童子军 有些人总是希望 中国是长不大的童子军 如果是那样的话 谁来维护国家安全 怎么维护世界和平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中国就安宁了 地区就稳定了 天下就太平了 即使是童子军 他的个头也是一年比一年长 他的脚也是一年比一年大 你不能让他总是穿着 以前的小衣服小鞋吧 这段话也被认为是 当时中国外交部少有的强硬表态 2008年5月 秦刚曾在回应有人提到的国际社会 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时指出 你提到国际社会 不知道你所提到的国际社会代表谁 那些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睁着眼睛说瞎话 戴着有色眼镜 鸡蛋里挑骨头的人 他们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多少 他们能代表国际社会吗 他们有什么资格代表国际社会 在2014年4月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 被问到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亚太之行即将结束 中方认为 此访有助于还是有损于美国推进亚太战略 秦刚回应说 奥巴马此次亚太之行没有来中国 是不是针对中国 我们要看美方是怎么说怎么做的 至于来不来中国 一句话你来或者不来 我就在这里 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 外界期待这一局面有所转变 同时 一到退休年龄的崔天凯 被指将告老还乡 崔天凯自2013年4月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已就职长达8年 也是中国在任事件最长的驻美大使 对于中美关系 在中美高层3月举行拜登上任后 首次两国会谈后 崔天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 形容会谈及时有助双方增进了解 德国之声网站表示 中国弱派秦刚出任 反映中国希望通过熟练的外交官 协助重塑中美之间恒长的高级别对话 近日一条近距离观看歼15舰载战斗机 在中国航母辽宁舰上降落的视频火了 一架歼15战斗机经历了低空盘旋后 平稳地降落在辽宁舰上 就连围观的美军也跟着感叹 据说拍摄这条视频 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名华裔士兵 他从伴随监视辽宁舰的美国驱逐舰上 提供了一个以往中国官方视频罕见的视角 所以这条视频显得别有一番味道 不过呢 也有一些国外杠精开启了冷嘲热讽模式 大意无非是 从视频上看 中国航母都让美国驱逐舰逼近到这么近的位置了 一旦开战 中国航母还不成为火把子之类的 怎么能让美军舰艇靠得这么近呢 回头重新看一遍视频 除了辽宁舰外 画面中还出现多艘护航的中国驱逐舰 其中至少一艘与美国驱逐舰的距离更近 也就是说 其实美国驱逐舰与中国航母之间 还有由护航的中国驱逐舰组成的阻拦线 或许还有人问 美国驱逐舰靠得这么近 有没有办法赶走呢 说实话 的确很难 据专业人士介绍 目前国际上 对于和平时期两国军舰 究竟应该间隔多远 并没有明确的定论 一般来说 根据当时海矿 只要两舰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各自采取措施 避免紧迫局面的发生 就无可指摘 按照惯例和经验做法 常规情况下 双方会相距两海里通过 但在实际操作中 尤其带有军事意图时 双方距离会非常近 比如相距0.5海里 甚至更近 通常说的危险接近 是指两舰之间 小于二链 约370米的距离 从视频上来看 美国驱逐舰与中国航母编队平行前进 没有碰撞的危险 而且距离也足够远 所以还不能说是 美国驱逐舰在危险接近中国航母 2013年12月 美国考本4号巡洋舰 在执行针对中国航母 辽宁舰的侦查任务时 就企图硬闯航母编队航线 结果嘛 在警告无果的情况下 一艘中国两栖登陆舰迎头将他逼停 美国海军要是只在安全线外安静地当观众 为歼15的漂亮拙舰而欢呼 我们也不好意思感人 但如果他们还想搞点小动作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虽然中国海军 还有公开提及此类活动 但在西方媒体上 能找到不少美国军舰被围观的记录 例如2018年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 美军就抱怨过中国电子侦查船 在夏威夷海岸的美国专属经济区 持续监控演习全过程 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来保护我们的关键信息 同年举行的 马拉巴尔2018美日印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中 美国发布的参演舰艇全家福照片里 混进了头顶三个球的中国海军电子侦查船 2019年7月 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军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沿海 举行联合演习之际 中国侦查船又如期而至 2020年6至7月 美海军在南海举行大规模海空演习之际 尼米兹号航母指挥官证实 解放军舰艇抵近监视了 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 其中 加布里埃尔吉弗兹号 滨海战斗舰 还被拍到和解放军054A型护卫舰同框 当然即便是美国海军为此恼怒不已 但也没法对中国海军的行动挑刺 毕竟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嘛 在公海上被围观的大国海军待遇 我们坦然接受 那么美国和那些准备来南海搅浑水的西方海军们 你们准备好被中国海军围观了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